白色保時捷968是黃緩倒車進入自然場 在大學工業設計學系在設計學院一樓實習工廠舉辦 近代經典稀有車展 把四輛稀有的車款搬進校園 透過經典造型的車子 讓學生認識近代汽車造型設計的發展 我在公設系上我們是負責運輸工具設計的一些課程 常常我們在課堂上放簡報 大家看起來都沒什麼感覺 後來我發現其實把車 像上學期有時候開一台來 讓大家邊看邊上課 大家其實能夠了解的更多 想說在這一個學期 我們就辦一個比較大型的 數量稍微多一點的車腳展 在這一週上課的時候 我們可以各個課程的老師都可以帶來這邊當作教材 這次展出四輛相當稀有車款 分別是Binny Allergy 法拉利360 捷豹HKR 和保時捷968 憲民街老師指出 交通運輸設計不只是造型設計於美學 更整合了科技工程、人體工學、技能性等元素 應該說在2000年左右的時候 大部分機械的結構都已經底定了 2000之後會越來越多電子輔助的裝置 它其實在構造上沒有太大的改變 可是它多了很多電子 然後所以在2000年這時候 差不多已經是一個外觀 或者是結構方面的一些極致 它已經發展到可以說是瓶頸 然後也是最成熟最經典的時候了 希望透過這次展示 協助學生了解汽車設計的過去 同時拓展創新的思維影響未來 在旋律中,在旋律中,在旋律中,在旋律中